大家都想要年薪百萬 但是為什麼這祭出了年薪百萬 還是請不到人呢 我們來看到現在剛進入暑假 緊接著還有大稻埕煙火節就要來了 所以很多人都會提前去包遊艇 那業者當然也要瘋狂的來加班次 一天就有三班 不過面臨到了人手不足的問題 像是船長這麼重要的職缺 開出了年薪百萬 依舊找不到人 擺好POSE 火辣身材 站在遊艇船頭拍美照 夏天好熱 想要吹吹海風 好多人會book好遊艇 來好好桑一下 船艙高掛Party氣球 船員忙著佈置 夏天旺季加上大稻埕火節就要來臨 光是這樣可以唱卡拉OK的包船遊艇派對 每天就有三班 但船組人力卻跟不上需求 就算開出一個月五萬的薪資 也找不到人 大缺 因為煙火節到了 那相對人手 人力上也會缺得比較嚴重一點 年薪百萬的有時候也是找不到人 年薪百萬也難找 畢竟在顛簸的海面上 沒三兩功夫可不行 今天美景配上清晰市井 油門催下去 專業船長讓你體驗加速快感 像是這種遊艇俱樂部同樣認為仍難請 小艇夜開船其實在一個小時內就可以學會 不過要當船長可不是只有掌舵這麼簡單 你背後要學會非常多的拿手絕活 才有辦法升任這個角色 出發 要成為船長需要至少三年的經驗才有辦法獨立作業 還要先從洗船開始接著升水手實習船長 畢竟這些遊艇一台動輒破翼 不只要會開怎麼保養船 看浪況天氣一人多工勢必備 我們對對於工作環境上面的要求會比較高 那所以我們在培養一些 在培養人才的時候 相對會比較難一點 然後甚至還有要留才的部分也是 目前全台遊艇的數量就來到1444艘 比前一年多了100艘左右 但船長數卻沒有跟著增加 也難怪每每夏天忘記到 就會出現高薪也找不到人的窘境 東森台新聞紅部長張仁鈞 台北消防報導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看盤中資訊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